大吉,一年一度的春节到了,在正常的情况下,全球各地的华人区,包括现在所在的伦敦糖尿间,都会举行一些特色的过年活动。 但是,由于在英国最近出现了不少Omicron变种病毒的确诊病例,目前伦敦市的市长及有关部门收紧了防疫措施, 其中包括计划缩减春节庆祝活动的规模。 因此,就现有的计划准备全面的庆祝活动并不限制,比如本该在伦敦市中心的游行和表演就不会举行, 并且包括舞台表演和武士典禁仪式等在内的传统活动都将由一定规模的缩减, 然而,活动组织者仍然将在伦敦糖尿间举行一些小型的舞视表演和夜视, 并在屏幕上将播放先前录好的演出。 那之前,英国经过了比较严格的封锁措施和比较严重的疫情, 但是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大量民众有重新被允许出席。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糖尿街在春节不会像以往那样人头传动, 但伦敦糖尿街依然有着传统风味的登市, 各种各样地道的中国美食,以及鲜有丰富多菜的文化活动, 但这些还是为农历信念带来了欢乐, 并且糖尿街依然充满着和谐美满的鲜耳气氛。 伦敦马天天,美朵新闻报道。